新传媒配合世界环境日推出的《拯救地球绿化宣言》活动迈入了第十年 今年,超过1600名淡马系理工学院的师生 连同新传媒的员工一同参与了海滩清理运动,为环保尽一份力 在海滩上,碱食、烟蒂、食品包装袋、塑料容器等 淡马系理工学院的师生和新传媒的员工 上个月的24号携手清理东海岸公园6公里长的海滩 这也是新传媒所举办最大型的海滩清理活动 迈入第十届的《拯救地球绿化宣言》活动 过去不断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亚洲国家环境课题的认识 2007年首次在电视、新闻、电台和印刷媒体平台上 宣传有关环保的重要性长达一个月 海滩清理运动则是在2013年首次举办 之后也获得不少机构的响应 配合世界环境日 新传媒主要平台的标志 今天全天将转换成象征环境的绿色色调